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依旧是一个晴朗稳定的天气 白天吹着偏北风 水气也比较偏少 所以今天在北台湾以及东半部地区 清晨的低温有来到19到22度 算是比较凉的天气 不过一样 白天之后太阳照射之后 很快的温度就上升到32到35度的高温 天气算是日夜温差比较大 这样的部分因为水气少 午后雷这也是比较零星 这样的天气预计还有明天一天 后天开始天气会有一些明显的改变 我们来看云土 会影响我们的天气系统来看的话 就是在我们台湾东方的16号蒲公益台风 另外就是西方的封面系统 我们直接来看地面土 来看它未来对我们影响的情况 蒲公益台风来看的话 它在今天上午又增强回强烈台风 移动的方向的话还是一样 对我们是没有影响的 但是要提醒大家 它对台湾地区带来的长浪 一定要特别留意 在今天早上到目前为止 台湾北部海面 以及台湾东部的海面 沿岸地区都已经观测到长浪 特别在南岷地区 已经观测到接近市民的长浪 未来几天 特别在礼拜五之前 台风比较靠近的这个阶段 要注意长浪海上活动 一定要注意安全 至于我们的封面 云系来看的话 主要未来影响我们的 应该是封面的尾段这部分 逐渐会向东移 影响台湾地区的天气 明天来看的话 整个封面云系的话 还没有到 它还在台湾的 马祖跟北部海面一带 所以明天会影响到的 可能是晚上之后 马祖地区甚至在金门地区 有一些短暂震雨 不过台湾北部海面的 还是要上空的云系的话 还是要等到封面正式抵达之后 下雨情况才会比较明显 所以明天礼拜四 各地偏干 而且下雨都比较局限在 山区午后的局部的一些雷震雨 不过雨势也看起来不至于太大 特别注意的是 礼拜五之后 除了云封面的北台湾 基隆北海岸 跟台湾东半部地区 有一些迎风面的一些短暂震雨 大部分地方都是 午后雷震雨所激发的 局部地区的雨势会比较大 所以提醒大家 一定要注意天气在 礼拜五的转变 未来要注意的当然就是 第一个 注意海上活动的安全 长浪一定要特别注意 礼拜四水气是比较少的 比较局限在 山区的午后的一些局部震雨 不会太大 注意马祖地区可能会 先有下雨的情况 而在礼拜五之后 水气增加 降雨的机会大会提高 注意就是 台湾地区 特别在午后下雨 会有比较明显的几率 以及比较大的雨势 得比较明显的 水气增加